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曹寺一定是关了门回黄庄了 你火速赶往黄庄 我即可赶到咱们分头调查 是 上集说到 刘伯温在春天府严惩金生元的恶徒 替高将军报了仇 返回京城之后 他又接到了一个夏凤阳的差事 原来是皇上思乡心切 夜里梦到了凤阳老家 想着回去看看多年未见的故人乡亲 但是又不忍心看到乡亲故旧 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样子 看到那些乡亲故旧 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样子 于是他打算在回乡之前 给乡亲们拨地分吟 让家乡百姓每户都变成大户地主 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为了此事顺利进行 朱元昌颁布了圣心思乡照 同时还派遣了李善长 赴凤阳督办辞事 同时他又特意令刘伯温为行前巡查钦差 在皇上之前先行抵达凤阳 并令起居十路官代慎与刘伯温同行 收集整理自己在家乡的事迹 令起居十路官代慎 随刘伯温先行到达 搜集整理 荣兴事迹 保陈代慎 尊旨 圣心思乡照上说 孤庄正式革命为黄庄 给黄庄乡亲每户拨二十井地 每户发二百两银子 黄庄每户都由农户改为灵户 游守黄陵 分道的地就让别人咒 自己收租子就行 凤阳支县周叶成 从李丞相手里接过了 圣心思乡照之后 他亲自到黄庄进行宣读 思乡照中还提到了一些 乡亲救护的名字 众乡进听后感激提灵 此时李山长正在跟皇上邀功 说自己将思乡照上的 每一个字都落实到位 正说着呢 周叶成就命人快马送来奏折 他弹劾凤阳不证实许强 这个凤阳的不证实许强 是怎么搞的 你看看 这是支县周叶成 弹劾他的奏本 李山长还在一旁 煽风点火 皇上认为 许强是在阻碍 圣心思乡照的顺利进行 于是他听信 善方说辞 并且即刻拟止 将许强就地出斩 拟止 将凤阳不证实许强 就地斩首 遵旨 但皇上忽然想起 这许强师从刘伯温 于是便传口语 让刘伯温即刻进殿 刘伯温跟刘毅分析 这次户部拨给黄庄的钱 粮和耕地 都是按照户口发放的 但圣旨上并未说明 具体每户是多少 地方官吏 为了这钱和权 肯定会钻户级上的空子 听到皇上的召见后 刘伯温其实早有准备 他提前去了趟御马场 他拿换马牙牌 换了匹旋风快马 骑着剑驾 刘伯温刚到 许强也送了封家级信件 给皇上 弹劾的是周叶成 皇上这下就后悔了 他知道自己 没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偏听偏信就要了人性命 哦 你已然下旨 把许强杀了 啊 皇上若是后悔 可以下一道新旨 快马将旧旨追回 也可以刀下留人 好在刘伯温神迹妙算 替皇上提前想好了解决办法 只见他命人 骑着那匹旋风快马 追回圣旨 刀下留人 这才赶在行星前 将许强救下 画面一转 刘伯温一行人抵达凤阳 安顿好带大人之后 刘伯温就上街寻访去了 周叶成听了李善长的建议 暗中观察刘伯温的行踪 刘伯温这个人呢 有个习惯 好微服私房 不管他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他都可能冷不定冒出来 所以你得盯紧点 见其出门上街之后 他自己也故意换成了便服 和刘伯温制造物欲 周叶成还跟刘伯温说 自己有个习惯 有时没事就爱走街穿巷 了解民情 装成自己很亲民的样子 刘伯温自然将计就计 请周叶成陪自己去附近的酒楼喝两杯 刘伯温趁机于酒楼的掌柜 随意地攀谈起来 掌柜的叫曹四 几瓶酒下肚 他就开始吐真言了 曹四说县太爷不是个好东西 吩咐的时候 只给他们分了一百两银子 周叶成听了恨得牙痒痒 刘伯温为了不打草惊车 便假计喝多了 指开了周叶成 自己又返回小酒馆去了 刘伯温知道周叶成肯定饶不了这曹四 一会儿又派人来抓他 为了保曹四的命 刘伯温让官兵把自己跟曹四一块抓走了 周叶成要审曹四的时候 发现刘伯温跟着他一起 瞬间就吓得直接跪地求饶 此时代慎火急火燎的赶到 让周叶成去找李善长出主意 李善长便问周叶成 为什么要审曹四 周叶成说他犯了损坏官府名誉之罪 李善长马上提出主意 干脆拉着刘伯温一同审曹四 并且审的时候还有一整言辞 就这样 刘伯温和李善长共同旁听周叶成对曹四的提审 只见周叶成拿出账本 上面登记了曹四发放的12百两银子 并且这上面还有他的手印 账面上看确实没有问题 曹四自己也承认拿到了200两 之后那说的是酒后瞎话 于是周叶成便把曹四给放了 刘伯温则扣下了账本 打算带回去仔细研究 随后刘伯温另留意将许强请来驿站 并且询问了关于周叶成和他之间的事情 许强说周叶成着急让他给黄庄新登记的户口侧盖印 但是他还未核查 所以不答应盖印 这才得罪了周叶成 刘伯温也怀疑这其中有貌逆 于是交代了许强火速赶往黄庄 将新的账本旧的户的账本进行对照 仔细核查清楚 刘伯温随后也赶到了黄庄 他与许强并分两路 分别展开调查 那么此次调查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 周叶成又是否如曹寺所说 私自侵吞了发给乡亲的银两呢 点点关注 下期为您继续揭晓